前景并不乐观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6月10日记者Gigi报道 近日华人银行履发账号被盗的案件 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在手机卡 朱建成律师表示银行账户被盗案件很多 手法层出不穷 最近因手机卡导致银行账户被盗的事件多发 最高损失的金额达到了8万美元 朱立师在谈到这类案件时表示 在纽约地区 一些案件发生在纽约的法拉盛地区 有售卖便宜电话卡的小公司 他们会在马路边打广告招揽客人 声称在旁边的小店就可以买到价值只有10元至20元左右的电话卡 可以打到世界全各地 这相对TNT和T-Mobile的50元便宜的很多 在这些小店中 当人们去换手机号码套餐 去补卡或者去充值流量的时候 小店会要求客人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 但不需要身份证的验证 这行为变相助长犯罪的行为 令犯罪集团钻了空子 这些犯罪集团的罪案所手法 是他们首先潜伏到社区内的不同场所收集讯息 例如会计师事务所、美容院、车行等等 也可能是在报税季中短暂的为会计师事务所 工作数星期至一个月的时间帮忙报税 之后骗子从中收集到受害人的个人资料之后 会冒充受害人的身份前往这些卖电话卡的小店 当骗子们去这些小店补办电话卡时 这些公司不会去查看骗子的身份 并直接的为其补办跟受害人一样号码的电话卡 骗子在晚上的时候便用自己的手机 插上和受害人一样号码的电话卡 在半夜时 他们通过受害人的同号码手机卡打电话给银行 告知银行自己忘记了网上银行的密码 需要重新的设置 之后骗子就开始改受害人的联系方式等等的信息 甚至可以在系统内更改地址 接着银行就会把新的银行卡寄到骗子的地址 骗子就这样取得了受害人的银行账户和存款 然后骗子利用受害人的身份申请各类的信用卡 欠下各种债务之后 受害人才发现身份已经被盗用了 朱建成律师建议 碰上相同的事情的时候 民众应该选择报警处理 当这些案件积累很多的时候 执法机构就会进行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